有很多开发者喜欢做那种 One Need One App小而美的应用 今天我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这样一款 专注于Apple设备的屏幕镜像应用 Chemirror 你可以将Apple TV iPhone iPad 或者是Mac的屏幕实时镜像的Chemirror中 截取漂亮的高清截图 甚至是视频内容 嗨,大家好,我是肖宝 我的粉丝经常会问到我一个问题 你是怎么截图Apple TV或者录制屏幕的 其实方法很简单 用Mac类置的QuickTime就可以了 但并不是人人都有Mac 而且Mac的录制经常也会卡住影响效果 自从我开始测试Chemirror 就基本上放弃用Mac 发现高效很多 我直接用手机就可以获得我需要的素材 要使用它也是非常的简单 这里我以Apple TV为例 在手机上打开Chemirror后 根据顶部的提示 Apple TV屏幕镜像需要的步骤 开发者列出 首先是要保证你的Apple TV 以打开隔空播放选项 它就在设置 找到隔空播放和HomeKit里面 在访问权限这里 选择所有人 或者至少和我一样 同一个网络中的任何人都可以这样的 再回到iPhone 在网络服务里面 找到你的Apple TV 点击 你的Apple TV会有配对码提示 根据提示输入就好了 这样就成功把Apple TV屏幕 镜像到了手机上 截个图没问题 逼个满满 再也不用手机直接评射了 文件会直接保存到你的相册 当然如果你一开始选择的时候 你开启了录制视频 你能够录制1080p的高清视频内容 如果你和我一样 经常需要做一些教程 录制点桌面 那都是没问题的 但像Netflix或者是Disney 包括App TV Plus 等等这样的数字保护内容 当然Apple是不会让你录的 只有声音没有画面 这个很正常啊 没有什么好说的 录制的文件会以MP4的格式 保存在iPhone内置的文件App中 另外呢 我也测试了一下Mac mini 可以看到有提示连接 但目前并不能成功镜像到 可能是我的MacOS Coya Beta 测试版的问题 你们也可以试试看看 最后要提到一点 Tamero它虽然本体是免费的 但如果要使用 还是需要购买解锁功能 具体价格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理性消费量力而行 那么今天的内容啊 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